今年呢就是这个 就是我的必备品了 那这一次的无印良品呢 是日本就是 大家对这种毛的处理的问题呢 就是比较繁琐 就是大家会比较介意毛的问题 哈喽大家欢迎回我的频道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 エマです 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呢 我一二月的爱用品跟购入品 还有一点点的开箱这样子 第一个部分呢会先分享 我觉得好用的彩妆 还有呢就是有一点开箱的感觉这样子 那接下来呢我会分享 无印良品买的小东西 还有我在iherb买的东西这样子 那可能东西有点多 如果我这支影片拉得太长的话呢 我就会把它再分成别籍这样子 好那我们就赶快开始吧 第一个呢我这次呢 我觉得可以值得分享的彩妆品呢 是这个 跟我的衣服是一样颜色 Addiction的这个彩妆品 那呢我这次是买的是腮红跟唇彩的部分 好因为春天呢你就会有比较想要有一点不同的颜色 那这个呢它不是新品 这个腮红呢已经上市了一段时间了这样子 那我这个是已经也用过了一阵子 那我觉得它非常的好用 我现在呢目前没有上腮红的状态下 这一瓶呢是呢如果你有在Follow Addiction家的东西的话 你对它应该不陌生 但是呢就是我觉得这是我最近发现的好用 我之前不知道它怎么的好用 它是那个腮红膏 它不是膏是腮红液吧 然后它是做那种指甲油状的 它凸起来呢是这样的 我这个颜色呢是Sensually的09号 09号那它其实是有带一点点的亮片的 我把它均匀推开再给你们看 你会觉得它很像很红哦 可是它如果上在皮肤上 是就是那种透出来的红 是可以看到你皮肤下面的血管了 你会发现就是非常的有光泽 那我觉得而且它是上起来是 就是不是那种腮红膏那样黏黏的 所以我觉得它非常的适合for春夏这样 就是出油的季节也可以用 上面呢你可以再叠擦一下 那个一般的粉状腮红这样子 那我现在呢来试在脸上给你们看 那我就会这样子 然后我就会这样点点点 然后把它推开 好了 有没有看到这个自然的光泽 我现在没有打亮完全没有打亮 那我就觉得它上上去之后呢 就是好像你刚泡完澡跑不完之后 就是很自然的那种光晕 那我就觉得它非常的好看 那我现在其实非常喜欢的是很自然的妆效这样子 有没有 有没有看到这个这样子的自然的光泽感 那呢这上面之后可以再加粉状腮红 那我现在试用的是我会叠擦那个chai的那个粉状腮红 那今天我因为是主要是要来推荐我新买这个 所以我就不特别在跟大家在分享这个我的腮红 大家如果想要再看比如说get ready with me 或者是就是比较多的彩虹的分享的话呢 一般我在使用彩虹的分享的话 你在下面再留言跟我说这样 很自然的苹果肌 所以呢非常喜欢就是addiction这一支的夹彩这样子 非常的好用 那我觉得这个非常适合就是你想要画腮红 可是呢你又不想让别人看得出来说我涂了腮红这样 就是非常的自然妆效 有点炸气的效果这样 就会觉得哇你今天汽车看起来好好喔 对的一个腮红 好接下来呢这是他们的唇釉 这一支是呢我看一下这叫做呢 Zamato Lip Liquid 是呢就是雾面的Matte Lip Liquid 就是那个雾面的唇釉这样 那我这次是买的是002号 给你们看一下 是这样子的颜色 是属于呢一个比较珊瑚红 那它是比较做没有很深色的 是这样子 然后我是在这边给你们看好了 等一下喔 挤出来是这样子 你们要看它感觉很深 不过呢其实呢它上起来 它是不深的 其实我平常比较喜欢深的口红 然后它带有一点比较橘粉橘粉的感觉 所以非常适合春夏 那我就觉得呢它这支是一个白搭色 我现在来上给大家看 上的方式呢我是这样子 点点点点点 点点点点 这样子 那我用手 我现在只有一层 是这样 有没有感觉气色非常的好 然后又没有那种很很口红的感觉 然后我觉得它这个呢会让你觉得非常看起来比较有气质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很好看 这个是一层而已 我可以再加第二层给你们看 第二层给你们看 一样 如果加第二层的话呢就是 就是不用再太多 我就点一下 有没有很好看 那你等它稍微干掉之后呢 它的质地呢是 不会沾到口罩上的 我觉得它的是Top 1 是真的不会黏到口罩上 所以我现在日本 以前还是非常严重 所以这支唇膏呢 我真的觉得非常唇有啦 非常非常非常的好用 就是 我就不用担心 说我口罩拿下来的话 它下面会就是 口罩里面会沾的都是那个口红 那我就等它干 那两层的话呢 发色度呢 就会比较好一点 就像这样子 好那我就是这两样 是我觉得最近 真买到觉得特别 我觉得喜欢的彩妆的部分 那我最近就会一直就是 用这两样这样子 好 那接下来的是呢 因为最近呢 花粉 日本的花粉非常严重 日本的三月 就是那个山树的花粉 那我个人 今年我觉得我个人的症状 比较严重 就是我一三月 我就开始 喉咙痒 打喷嚏 那我 最近呢 就是一直离 没办法离手的呢 就是这个 这个 IHADAの アレールスクリーンEX 那这是大瓶的 100克的 这是空瓶 那这个是我新买 心捕获的 那最近我真的是打喷嚏 打到我觉得就是很厌世 这样 所以呢 我出门前一定要喷这一瓶 或者甚至我睡觉前 我如果觉得我非常的喉咙很痒的时候 我就会喷这瓶睡觉 那这瓶呢 其实台湾比较没有花粉的问题 但是它这瓶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 因为我发现呢 它写说 它当然不只有花粉 它可以 Virus就是病毒 还有呢 PM2.5 就是空气的污染 都可以block掉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是出门 比如说 你要骑车啦 或者是你觉得你的皮肤最近比较敏感 你想要一个怎么讲 防护罩的感觉的话 我就可以买这瓶来喷 它这一个大罐呢 大概1500块日币 然后它有做小罐的 我还想说 把我买小罐的呢 放在包包里面 就是随身吸带 因为如果 接下来 因为天气越来越回暖的话呢 花粉就是 会越来越严重 那所以现在非常的害怕 因为现在真的是 我真的觉得 就是一直狂打喷嚏这样 就是连在家里 都是一直打喷嚏 所以呢我觉得这瓶呢 非常非常的 可以做一个很好的防护罩 大家可以就是 买来 就是喷做一个 保护也不错 那呢 它呢主要呢 是里面采用温泉水 所以对皮肤是非常的温和的 那我相信呢 它这个里面呢 一定是有一点点的酒精啦 所以 如果皮肤敏感的朋友的话呢 也要小心 那我个人本身 不太能用酒精的东西 可是我用这瓶是 没有问题的 距离你的 头发 跟脸 20公分的程度 然后画圆 这样子用 对 我现在来喷 你大家看我远一点好了 20公分嘛 大概这样吧 好 这样子 然后头发一喷一喷 就这样子 这样就可以了 它是刚开始喷出来 你会觉得有一个 比较浓的酒精味 可是 它等一下就挥发掉了 我个人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 比起我要就是忍受的花粉 我宁愿就是要喷这个这样 然后它是真的有效的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 就是一个日本朋友 然后它 是一个非常重度花粉的人 就是它会严重到 就是 眼睛整个都红掉 然后一直流眼泪 这样子 然后它还有吃药 还是就是还是非常的严重 然后它后来就跟我说呢 它 噴了这个之后 这是空瓶 噴了这个之后 就是状况减轻很多 是听到那个时候 我才就是买的 今年呢 就是这个 就是我的必备品了 好 所以大家如果在台湾 大家有比较有过敏的啊 或者是 就是比较在意那种 空气污染的朋友的话 大家也可以买这瓶来试试看 那这个是我真的特别想 跟大家介绍的产品 好那接下来呢 好大家 接下来试呢 将是 无印良品 好这无印良品呢 只有两个小样 那平常呢 无印良品我最近其实买的 吃的是比较多 好如果你们想要看 无印良品吃的分享的话 或者是比较想要看一些 随意无印良品 我的爱用的话呢 请在下面留言跟我说 我会再集一集来跟大家分享 好那这一次 那这一次的无印良品呢 是 好这一次的无印良品呢 真的是 不是什么新奇百怪的东西 只是我觉得 就是第一次买 我觉得不错 我真的是觉得 它真的不错 好第一个 是呢 有没有非常意外 是除光水 这是去除指甲油的除光水 好 然后这瓶呢 好用的原因呢 是因为呢 第一 它没有那种很刺鼻的去光水的味道 就是有时候你用这种指甲油的去光水的话呢 用完的指甲会白白的 还有第二个就是它非常臭 那这瓶呢 我觉得它不是到完全完全不臭 但是我觉得它已经非常的没有那种臭味了 那它里面呢 有天然的橘子油 所以呢 就是你在就是去的同时呢 还可以就是顺便保护你的指缘这样子 所以我现在的指甲呢 是昨天都已经卸掉了 那我卸完之后发现非常的干净 而且非常的快速 所以呢 我觉得呢 这瓶如果你在找去光液的朋友们可以买它 然后它是呢 日币是490日币 推荐大家买这瓶去光水 然后这瓶我真的觉得是好用 这个呢我会回购 好 接下来呢是 好 更冷门的东西 这个 这是什么 这个呢是在就是圆形的剪刀 那我觉得这个呢 因为大家在那个宝牙或者是那种 居城市都已经很多剪刀可以买了 不必要特别买瓶梁瓶的 那只是因为我觉得在日本的话呢 瓶梁瓶比较好入手 才会买它这支剪刀 那我喜欢它的原因呢 是因为它还有附这个就是小袋子 因为剪刀我觉得就是还是要放在袋子里面比较安全 那我非常喜欢它这种袋子的夹链的设计 那这个是圆形的 大家都希望拿来干嘛吧 就是呢 拿来剪鼻毛的 对 为什么呢 会特别想要买这支剪刀呢 因为你知道日本就是 大家对这种毛的处理的问题呢 就是比较的 繁琐 就是大家会比较介意毛的问题 所以呢 我觉得这还是必备的 就是呢 好你可以剪你男朋友的鼻毛 你可以剪你自己的鼻毛 打理你自己的鼻毛吧 鼻子清干净这样子 所以呢 这是我这个月买无韵良品的 然后呢 我觉得这个的材质是非常的雾面的 然后没有那个一般剪刀那种亮亮晶晶的很金属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它的这个材质也是我非常喜欢的 还有呢我觉得它不太容易生锈 是除非你去碰水的话 那基本上呢我都是会把它 比如说稍微洗一洗 会把它擦干 基本上我觉得它不太容易生锈 所以呢 这个是我一二月买的 我觉得好用的无韵良品的东西 有没有非常的冷门 好那希望呢 你们会喜欢这样小东西的介绍 接下来呢 是接下来接下来的是呢 法品 还有呢护手的 好那呢 这个品牌呢 我觉得大家应该非常熟悉 所以是一个日本的非常天然的植物脆植脆的一个品牌 好那呢Marks and Webson这次我买的是呢 我来看一下去 先拿这个好了 这个 好他们包装都是做一样的 所以呢 也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 这个呢是他们的洗髮精跟润髮乳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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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乎意料 超级无敌好用 我是买他们这个是小包的 他们有分小中大罐的 那因为我觉得洗髮精 只要买到大罐的不适用的话呢 用完就会非常的痛苦 就是不想用 然后就会丢到那边 那你又很怕很浪费要用完的话呢 我就会觉得用得起来非常的痛苦 好 那这个小罐我真的觉得非常好 就是你真的可以去 试买 试用 然后呢就觉得不好的话 那你就当做旅行的时候带出去也可以 不过呢 这个呢真的是我觉得 这个怎么可以这么好用 而且它的价格是我觉得非常的佛心的 因为如果去美法院买洗髮精的话 我觉得他们的洗髮精是真的是偏贵 大概是一瓶都是要三千块 两三千块日币左右 就是台币大概要一千多块 就是那种250ml的 那这个呢 就是不是那种开价那么便宜的价钱 不过呢它媲美洗髮店的专柜洗髮精的品质 所以觉得它非常的超值 就是一般的话洗髮店的这样子的话 250ml就已经要三千就是double的价格 那如果你买它那个大瓶的就是500ml的话呢 我看了一下它是2460就是日币 所以等于大概台币是900多块这样子 但是那样的话可以用很久 而且它的用量非常的省 然后它的起泡效果非常的不错 起泡效果也蛮好的 我觉得重点是呢 就是比如说 我有时候会很喜欢试任何的洗髮精 然后我也喜欢买一些有机的洗髮精 或者是比较天然的 可是目前为止 我没有没有特别爱那个有机或天然 因为我觉得洗完之后 我觉得头发都很容易 在洗的时候就很色这样子 就是很干 就是一定要用很多的护发乳 那用 用这一瓶呢 就是它完全没有那个 就是那种很干很色的感觉 它就是 就是在洗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很就是怎么讲 很滑 可是它没有加细菱 就是它厉害的地方 因为它是氨基酸的洗髮精 头皮来或者是对你的皮肤呢 其实就非常的安全 还有呢 重点是我觉得如果你用那种 市面上一些比较一些护发乳的话 我觉得有时候我用完不是 我就是会很容易后面长痘痘 那它制品呢 因为它们的这个成分真的是很不错 所以呢 我用完完全就是背后都没有长痘痘 这个是它们的那个护发乳 它们家那个洗澡的也都很好用 只是呢我这次真的真的是 我在日本这么久 我真的不晓得它们的洗发精这么好用 那我觉得这个有点相见恨玩 大家去看一下 好 接下来呢 也是Marks&Webster Marks&Webster 我这次就买了这三样 是呢 这个看起来一个非常平凡无奇的 这是护手霜 那呢 这个呢 是Damask Rose的Hand Cream 那这个呢 是那个大马士格的玫瑰味 那这是它们新出来的 然后这是我那天就是刚好走过去 就发现就 诶 怎么会有玫瑰的护手霜 因为我个人最近在找护手霜 那因为我个人是非常 本身非常爱任何玫瑰东西 我非常喜欢用玫瑰唇露敷脸这类的 那呢 我又一用之下 我就觉得 这个是真的玫瑰 非常非常的那个味道 就是天然玫瑰的味道 然后它包装也非常的简单 好 然后 它就是一股很 就一般的玫瑰的香味 非常的 滋润 然后我要测试的是呢 实在是 太疗愈了 然后它不是完全没有香精的 所以它是比较有一个 就是有点草味的 是真的玫瑰 就是 如果你是玫瑰爱用的人的话 你可以闻得出来 它有没有天下香精 它这个完全 没有 整个就拍到放松的状态 那用一用呢 我是觉得 它呢 是偏滋润的护手霜 所以呢 一天不需要补擦太多次 尤其现在也已经不是冬天了 那我觉得 我刚刚挤的量可能非常的多 如果你怕黏的朋友呢 大家就是可以挤少一点 那我挤的很多 所以我现在目前呢 还是有点残留的 这样子 对 所以呢这也是可以试试看看 你们喜不喜欢它的质地 我个人是非常的喜欢 因为我喜欢它的味道 太好闻了 好 那呢 Marks & Webs呢 就是这三样 我觉得 最近买到我非常喜欢的东西 好了大家 那这次影片就到这边咯 如果呢 想看我介绍任何的彩妆 或者是想要看我开箱无印良品 还是很喜欢这些的朋友们 请在下面留言跟我说 这样我会就会多拍一些这系列的影片 还有呢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